大家好,我是阿昌 首先解答了网友的问题 就是这个尖 你隔了东西的铁压缸后怎么处置呢? 你可以用锅铁压缸断它 或者这样贴着它的铁压缸 这样保留到前面继续沾起灯槽 又不会阻止你做油漆 就是这样 接着铁压缸底就开始封锅板 首先,如果我这部铁压缸开4尺 因为这部铁压缸入到400尺 而且400尺就很重 我搬也很辛苦 有时候这部铁压缸可以反转用刀背 收一收 接着我的铁压缸8吋 铁压缸7吋7分 可以做一点 因为做到石膏板这些东西 就不需要太幼小了 放在这里 接着割它 石膏板基本上是靠层纸的 你这样割完一下 接着拖它出来 接着再拖多一下就完成了 接着由于底部是木的关系 我们可以放一点白胶漿下去 黏黏它 当然不放也可以 只收到螺丝都可以 对 对 心意 接着拖它上去 同样 因为这件是小件来的 所以由这边做起 就不可以由那边做起 那边做起 你四尺四尺 就变成了齐口 对了 接着临时把它顶定 接着可以收到螺丝 收到前一点 就不少了 因为我收串射螺丝 如果收中间 它也是会穿的 穿就是穿到佛洛芬板上去顶 就不少了 对了 如此类推到前面 也是这样收 这样就完成了 对了 包好板就可以 粘在批灰角 最好首先 先收一张角 不然你批灰 当你批灰的时候 就会阻止你了 接着 你安装这些批灰角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靠粘 一个就是收螺丝 我就喜欢靠粘 因为你收螺丝 如果收得不好 螺丝头会顶你 又或者你收得太沉 膠变了形 膠也会顶着你 如果你是石膏板 就做了 没办法 它一定是收螺丝的 自己做 就最好用过 不过 不会阻止自己 跟着 去做 它批灰的方法 对了 最疏疏地点一下 钉交它 跟着就推直角上去 看来 再把铁籽預先铁 接着把铁籽IP 给街上去 接着就把铁籽IP 钓入铁籽IP 群的铁籽IP 把铁籽IP 拿到明天就弄了 就可以了 先吊三條 講收工 然後你臨時釣到它之後 你用2吋7橙 我拆來拆去拆得一拆 拆得8吋7橙 拆得8吋7橙 這樣按著鏡膠突出的那些 我按了它 明天你會撕冷一點石膏板 也會撕不到一隻角出來 唉唷就是這樣 跟著上面其實也要貼多一隻的 上角也是再貼多一隻批灰角的 不過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了